旺物有灵和茶壶的对话2 作者甄寒 证件网2023年6月10日 女儿在外地 在母亲节这一天 她网购了一束康乃馨送给我 花被送到了家后 我把一个漂亮的茶壶装上了水 把那束康乃馨放在茶壶上 粉色的包装纸正好盖住了茶壶 有一天 我发现花已经枯萎了 我就把花扔了 把茶壶里的水倒了 在倒水的时候 茶壶对我说 那束花真的很好看 我笑了 点点头 把茶壶洗了 顺手放在了吧台上 隔了一天 我看见茶壶张着嘴空荡荡的 我就找到茶壶盖盖上茶壶 茶壶笑着说 这样才好看 我应该补充一下 这个漂亮的茶壶是同修搬家时送给我的 在这之后 这个茶壶开启了和我对话的模式 每当我经过时 她就会和我说话 她陆陆续续地和我说话 都说了什么呢 我归纳了一下 她主要说了两个事情 她评价了修炼人 她还说了她的轮回 我把这两件事情叙述一下 1. 茶壶评价了修炼人 茶壶说 我原来的主人不太会修 经常掉在人中 人心太多 我看他修不成 我想想同修的状态 心里也不能轻松 同修的确离开法了 还躲着同修 想着如何挣钱 名利心 面子心太重 茶壶说 她学法也不能静心 思想里乱糟糟的 全是世间琐事 心眼小 茶壶还说 她主意是不强 随波逐流的 总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 怨恨心重 色语心也强 我说 你们看得很清楚啊 茶壶说 当然 她的一丝一念冒出来 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一看 这不行啊 难成其事啊 怕心也非常重 生活在怕中 活得不靓堂 弄得我们都觉得压抑 可算离开她了 想想同修的状态 的确如茶壶所说 茶壶又说 前两天来的那位修炼人 让我觉得很舒服 说话很柔和 脸上 泛着微光 我一愣 看着茶壶说 你看到了微光啊 茶壶说 那当然了 我能看到微光 还能看到法轮 其实 我是能看出你们状态好坏的 也是会知道一些事情的 比如有一次 来了一个修炼人 我觉得 他的状态就不好 我知道 茶壶说的是 哪位同修 我想 这些生命都在关注我们啊 他们不迷啊 茶壶说 最迷的 就是人 什么样的心都有 还不愿放 我想 人的确是迷啊 迷入名利情中 修炼人 放不下人间的东西 怎么能升华自己呢 2.茶壶说了 他的一次轮回 我说 我想写些你 看看你想说些什么 茶壶高兴地说 那太好了 主人 我先谢谢您 我一定是上辈子 做了大好事 才会有今生 和你在一起的缘分 我忍不住乐乐 这个茶壶 居然给我戴了个高帽 茶壶认真的说 在你写了茶壶大哥后 我心里就活泛了 心里就想 主人可不可以 写些我呢 茶壶大哥代表着 上界那一帮众生 我也是代表着 一帮众生来的 我也想不如使命 思前想后地 犹豫了许久 我说 可以呀 我们把有价值的东西 写出来 展现给读者 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 茶壶说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那当然很好 我经历过一些 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说 那就说一说吧 茶壶说 在五百年前 我还转身过一个 了不起的物件呢 主人想知道吗 我想 这个生命有意思 还掉我的胃口 我看了看它 吐出一个字 说 茶壶说 我转身过宝剑 一把伟大的帝王之剑 我想 五百年前 是明朝中期 这之后的帝王 没正事得多 好像谈不上多伟大 突然我的思维中 就冒出正德二字 我看着茶壶说 你是正德皇帝 用过的宝剑 茶壶笑了 开心地说 对 我就是正德皇帝 用过的宝剑 我想了想说 正德皇帝 明武宗诸后赵 历史上认为 这个皇帝没正调 大臣拿他也没辙 他在位时 单于酒色 不理朝政 身边有个大太监 刘锦 权清朝野 后来被灵池处死 比较著名的官员 有王守仁 龙场悟道 开创了新学 还平定了 宁王之乱 是个了不起的 思想家 军事家 儒学大师 茶壶着急地说 那时有个战争 很出名的 皇帝率军打败了蒙古军队 你应该知道啊 我说 你说的是 应州大杰吧 可惜 史官对他 记载的不详细 你来说一说吧 我突然发现 茶壶变得很激动 我说 你平静一下 慢慢和我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 茶壶平静下来 和我说了 正德皇帝的一些事情 茶壶说 皇帝很聪明 不喜欢北居树 精力旺盛 那些太监 投其所好 他们很能玩到一起去 太监哄着他 奉承他 他高兴 文官规劝他 束缚他 他就不喜欢 皇帝很随性 我说 皇上单于酒色 甚至抢民女 抢人气势 实在不是一个 像样的皇帝 为帝者不中教话 败坏风气 不行啊 茶壶说 你的思想和那些文官 是一样的 不过皇上的色欲心 的确很重 我说 其指是重 简直就是犯罪啊 抢民女民妇 杀无辜 真是不知道他死后 下没下地狱 茶壶说 下地狱了 我看见鬼 把他魂拖走了 我说 历史上记载的是 在1520年 皇上南巡 在青江浦捞鱼 逛到很多鱼 使劲往上拽 结果没拽上来 自己却掉水里了 受了惊吓 救起来后 因为着凉 肺里枪进了水 四个月后 去世了 我敢说 是水鬼 把他撂到水里了 应该还有 其他因素参与 茶壶说 是啊 他在青江浦上时 我就看见水鬼了 我知道皇帝要遭劫了 我说 作为一个皇上 滥杀无辜 遭报了 我知道了 他屠杀的人 高阴壮 名符准了 那些阴魂 转生成鱼 这些鱼 齐心合力 把他拽下去了 茶壶说 我相信主人的话 主人回顾历史时 会看到真相 我说 你那一生中 人以为自豪的 应该是应州大捷了 茶壶说 的确啊 那是我最大的念想了 那个时候 是我最佩服皇帝的时刻 皇上初旋到了山西 给自己一个封号 叫威武大将军 正好遇到了 蒙古军队来犯 皇上的军事才能 充分体现出来了 他给大同总兵 写了一封信 让他加强防御 署名是 威武大将军 总兵官诸寿 许完后非常满意 皇上还调兵潜将 筹划战士 还亲自上战场 当他拔出箭 号令士兵冲杀时 皇上心中真是豪情万丈 有句话叫 箭在手 问天下谁是英雄 那一刻 我感觉 皇上就是大英雄 我说 皇帝亲自上了战场 应该是气场全开 王者的荣耀显现出来了 身边的锦衣卫 应该是很紧张的 要杀敌 还要保护皇帝 茶壶说 确实是这样啊 锦衣卫坐着很勇猛 不过皇上更了不起 亲自上战场去杀敌 我说 从明成祖开始 天子戍边防范蒙古 那场战争 皇上必胜 皇上是真龙天子 而且皇上真是有军事才能 那个蒙古王子 对应的龙脊不高 茶壶说 作战时 我看见了皇上的真龙肢体出来了 心里挺震撼 虽然皇帝做荒唐事时 我是目不忍睹 但是真正危机时 皇上还是了不起 不能小觑 我说 他的生命组成因素中有两个龙 一个龙不太管闲杂事 你看到的应该是这个龙 另一个龙是个孽龙 交缩主体干了不少坏事 我看见天庭审判他 判词是囚禁孽龙再冤 皇上一死 生命真是各走各的 在不同境界 有不同的审判 我问茶壶 你后来又经历了什么 茶壶说 有人通过内饰 把皇上的剑给换了 听对话 我知道有人出高价购买 原因是 我是成祖皇帝 留给后世子孙的宝剑 又参加了应州大捷 我落到了一个戴面具的锦衣卫手中 我没有看见过他的真面目 他非常喜欢我 多次拿着我挑战别人 但是 在一次高手对决时 他们内力很强 最终是两把剑都被震断了 或是真的不愿意和这个主人 成天侃侃杀杀的 我赶紧出来 也就得以转生了 我说 值得祝贺 你看月王勾剑的那把宝剑 里面的生命至今未得解脱 再有 你是明成祖用过的宝剑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帝王 你的生命经历不简单哪 茶壶说 轮回转生中 我一直记得前世的事情 我发出了一个愿望 我以后还要转生成剑 我希望说出我心中的这个伟大的故事 希望神仙能成全我 一个掌管物件转生的神仙说 到你能说出这个故事时 人们已经不用见了 你转生茶壶吧 去修炼人家里 因缘即会 有人会写出你的故事 我成为茶壶后 先是到了一个年轻的家庭 女主人看转法轮 我就看见法轮在转 可是 她家没人懂我 她把我 送给了她的母亲 我一看 她母亲也不知道静静呢 成天忙于常人事 迷迷登登的 她不可能懂我 我想 找个知音怎么这么难呢 终于 她把我送给了你 我高兴啊 还没等我说话 你把我装进厨柜里 偶尔用过几次 我心里着急啊 我听厨房的朋友说话 他们可开心了 炒锅被写了 饭包被写了 水壶被写了 茶壶被写了 我想 什么时候写我呀 心里煎熬啊 今天 心里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的心里啊 幸福的直冒泡泡 谢谢你主人 我说 不用谢 你等的也不容易 我概括了一下 生命的意义 是等待 等待一种机遇 一种希望 能说出心愿 你承载的 也是一种使命 生命都不容易 我在整理这篇文章时 看见那个漂亮的 小茶壶 宜然自得的感觉 我想了想 对她说 你转身过剑 在上界也是剑 阿里说 个性应该很直爽 结果和我搭话时 又是戴高帽 又是卖关子 轮回中 个性发生变化了 茶壶马上哭丧着脸说 主人 你不知道 我上一次转身 也是磁湖 我清高 不屑一顾的感觉 结果被一些家伙 看不惯 把我推倒了 我坠地身亡 后来就吸取了教训 人说 抬手不打笑脸人 我觉得有道理 我得保全自己 赞说了 你悟到了谦卑的理 我觉得谦卑好啊 放递自己 我也是按理来行事的 我笑了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茶壶 还会总结生命经验呢 好了 这篇文章就写到这儿了 希望读者能喜欢这篇文章 也不枉茶壶生生世世的心愿 和五百年的等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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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